了解呢,我不可以說你這班人全部都是盲模 但是你真的不了解他 還有你沒有讀歷史,沒有做功課 我剛才說的,為何我特別要強調2007年 在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 第31次會議通過一個文件 叫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白髮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即是這個程序每隔幾年就要做一次 明明我說什麼? 即是說,2010年通過那個政改方案 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就定了一個框架給你 就是2012年那個 現在定的框架給你2017年的 是不是五年後? 他很準的時間是 2007年幫你定2012年的行政長官的選舉 以及立法會的選舉辦法 幫你定2012年的雙普選 結果沒有普選 幫你定2012年的兩次選舉 就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做好決定 這個就按照2004年人大釋法 即是將它變成五步曲 所以才有人大常委會要就你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報告去審議 這次就是2014年去幫你2017年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去定個框架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2007年就是這個意思 2007年他又給了一個方向給你 給了一個2017的時間表給你 還有2020的 他的講法 你看看那份文件 那個內容 那個講法是什麼呢? 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 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在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 行政長官須按照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 這個我要說明 就是2004年釋法之後的解釋 這個不是原本的基本法90年頒布的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2004年釋法 釋這個附件一附件二 我就叫它做修改基本法 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改問題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 就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 這個就是他定了這個所謂五步谷 是吧 2013年10月4日至2014年的5月3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公眾資訊 資訊過程中香港社會普遍希望 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 並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等重要原則形成了廣泛共識 他這個說法大家要留意共產黨的文件或者文字 他是沒有一致可以放鬆的謹嚴 他不可以錯的 我說的不可以錯在我們來說當然是大錯特錯 不可以錯的意思是他不可以脫離了他的原則方針 那個顯示用詞每一個字包括標點符號都是不錯的 我現在告訴你 所以這個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等重要原則 他沒有說這是基本法裏面的規定 是說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要符合基本法 符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還有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不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亦都不是基本法 基本法你誣不到這時候 所以他用的是頓號 你明白嗎 用的是頓號 我告訴你近年的標點符號用得很差 這個你就要學 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然後頓號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等重要原則形成了廣泛共識 這個就是整個諮詢報告的重點 他認為這是一個重點 是嗎 即是說他將這個愛國愛港抽離 在基本法和這個人大常委會決定另外一項 你明白嗎 他不會被你捉到他自失的 所以我們是熟讀共產黨這些文件 歷次的政治鬥爭 讀他那些有關的文件 有關的決議 所以我們有這種經驗看到 當然 在我們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獨裁極權的政府 是嗎 他要包裝 是嗎 他都要說到他自己是很合理合法合情 理性 理性 但是在我們那個角度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Shit 是嗎 事實上就是這樣 你看他歷次的鬥爭 你反右也好 文革也好 是嗎 你一直數吧 每次這些政治運動 所有這些紅頭文件 叫做相關的文件 是嗎 真是句句鏗槍 每次都謹嚴 然後是合法 合情合理的 在他的當權派的角度來說 即是他去解釋這件事 是嗎 所以他說在這個基礎上面 香港特別行政局行政長官 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問題 讓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 這個就是所謂那個 啟動政改的第一部曲 接著人大常委會現在就完成了這個叫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就是特區政府提這個政改方案 然後就給這個立法會去表決審議 這份東西其實都很長的 大家不妨上網下載下來 逐次去研讀一下 我要說的就是2007年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就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時候已經告訴你 2017年呢 讓你普選行政長官 不過什麼人去選 我作主 那就是說呢 你泛民主派在過去七年 你沒有做過事情 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是所有的輿論 報紙沒有去指出的 是嗎 現在你在慘叫 黑暗的一天 2007年12月29日 應該是黑暗的一天 我記得當時 我是社民連的主席 我和長毛、陶君行 一群人在禮賓府 後門燒車輪 網友已經找到那個片段出來的 是不是 不是我在這裏生安白做的 是不是 但是那些人 為什麼我們香港這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 那些政黨領袖 完全是沒有記憶的 是不是 你今天才在這裏如喪巧比 是不是 天塔下來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陳建民說 再討論都沒什麼意義了 現在要全面抗爭 公民抗命的時代開始 全部都吃糧錯藥 說他難聽 真是想吳興 都不行 是不是 2007年之後 你做了些什麼 有些人說 你黃毓民一樣 對不起 我不一樣 我們2009年開始發動五區公投 這個就是 2007年這個人大常委 決定我們覺得 他是要操縱香港的民主發展 才有2009年 9月我提出 這個所謂五區公投的建議 大佬 那時候我是社民連的主席 出了那個說帖 政治說帖 幸好這些白紙黑字 都在那裏 大家可以去社民連的網頁 下載那份政治說帖 如果還在那裏的話 寫了整個背景 經過 講到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那時候這些泛民主派在哪裏呢 我們搞五區公投 你還要抽後腿 這一段民主運動的歷史 大哥我現在如數加珍 因為我自己經歷來 2006年我成立社民連 2007年人大常委會有個決定出來 2008年我去參選 2009年我提出這個五區公投 2010年五區公投 2016年六月通過政改方案 民主黨賣港 大家數回頭 你現在在那裏批評我的人 麻煩你增大眼睛去看清楚這些資料 書你又不能讀 你不熟書 還有 你漏講了 全民制憲 去到這裏 全民制憲 在社民時代 現在真的應該說這件事 所以我現在他們在那裏質疑 或者含沙石影 說我沒有簽那份 我為什麼要和那些人一起簽呢 事實上是你又沒有找我 你沒有找我 就說我沒有簽 然後暗示我可能不會投反對票 你們這班人在那裏 對不對 你看回 全民制憲的議案進了議會 十月我就要一立法會提的 如果我這個政改方案不會投反對票 我提前民制憲出來拖 我不想生氣 但是說起就真的生氣 事實上就是這樣 你說是不是好笑 不是我最難聽的就是 講這些的人全部聽過你的節目 不是很刻意的 不是很刻意的 最好是劉家鴻還要分享 不是這個人已經是 可以先這樣 再提他都沒有什麼意義 那這些事你講了多久 你講到他回來 整件事就很清楚 不是沒用的 你攻擊不到我 你的目的就是想弄瓜我 就是老蕭那樣 你想弄瓜我 那你弄得瓜 我就弄瓜 弄瓜我也是站在那裏 你不可以弄瓜瓜 你不可以弄瓜我 很簡單 所以我說現在這些都不重要 是沒有意義的 再講這些話 再跟你這些人爭辯 沒有意義 我只是想盡了我的責任 把整個歷史的背景告訴大家 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12月29日那個是一個關鍵 你明知道結果是這樣 原來你沒有警覺性 見到今天這個結果 你覺得是出乎意料 有人說是出乎意料 是意料之外 比預期中更差 要講什麼話 你沒有讀書 你都不知道背景 是嗎 怎會比預期中更差 預期中就是這樣 他們發覺連市都沒問題 是嗎 原來你預期可能 那個提名委員會 可能會有普選產生 你預期那個提名委員會 可能會有些界別 是民選 是預期 我都說了 共產黨 它不是一年半載 或者是一個月間想出來的 是嗎 是嗎 它2004年發覺不對路 2003年有七一大遊行 2004年就是人大釋法搞定你 是嗎 人大釋法都沒碰 2007年搞人大決定 來再搞定你 就定了個千秋萬世的方向 是你那些人看不到 為什麼黃毓民會看到呢 大家都是看那些東西的 這個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會 2009年去推動五區公投 大哥 是嗎 背景是這樣 是嗎 是嗎 現在在呱呱吵 哭哭哭 是嗎 那你不想想七年前 是嗎 你那幫人做過什麼呢 七年後 現在這樣 過去那七年做了什麼呢 是嗎 還有幻想 又在中聯辦跟他談 是不是 然後提出你的政改方案 超級區議會 那他肯就範 你發覺你發達了 原本想著他不會就範 你說這幫人愚昧到什麼程度 你以為這個超級區議會 會令到你泛民主派 你在議會過半數的 你明白嗎 加五席直選 再有五個超級區議會 他贏了那五席 直選又立多三席 多八席 你真是 結果剛剛相反 結果 你占不到便宜 五個新增的直選議席 一直你都拿不到 還要原有那三十個議席 就少了一個 然後功能組別那裡 就被人多了一席 那你說 你不去引咎辭職 不去坎頭埋牆 你還要大大聲 在這裡為香港人爭取 走前一步 你這幫人不知愧視 是吧 這些呢 就不是我剛才沒有違法 我剛才說 我們不可以和人計較 不是 我要將歷史背景告訴大家 讓大家清楚一點 是吧 沒有其他的 我們都不會再追究他 已經沒有用了 是吧 即是現在 大家抱著死而已 是吧 你就 哦 就投反對票 那否決了他 那下屆你就繼續去小選 你要不要繼續做你的議員 是吧 繼續爭取 是吧 有什麼意思呢 你說 毫無意義 如果這個政改被否決原地踏步 然後你繼續厚顏無恥 啊 我們繼續爭取民主 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就是 你不搞革命 不作反 你根本就是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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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早就提出 這個本土民主反共 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 是吧 雖然是烏托邦 但是這個是 我常常覺得是教育 是吧 就是 起碼別人問到你的時候 你想香港怎樣 你懂得回答他 是吧 為什麼本土運動會興起 為什麼要捍衛本地人的利益 香港人的利益 為什麼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那你可以回答到給別人 就是別人問你的時候 你回答到先 是吧 你對你的子女 對你的後代交代才行 是吧 就是這樣 好嗎 好嗎